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宋楚瑜见面 基本上你有经过人家同意出来说吗 没有 没有吧 你不应该出来讲了嘛 那他为什么要讲 就是你说的 分量 他想要算嘛 想把自己垫高嘛 你有没有经过李登辉同意 你有没有经过宋楚瑜同意 不需要这样 而且你自己放话 立刻那个 你刚才说那个蔡议员 马上修理他 好 你说你跟李登辉好 对不对 你里面还有东西 不是李登辉对你好 是因为你给李登辉更多东西 好 那就完蛋了 所以我说朱立伦就是永远 永远在算小力 他不是看大方向 严格讲你说 你说那个总统的 李登辉那个总统 我觉得你新北市可以论一个 中华民国总统园区 立任都有 立任都放进去 可以变成一个风景 一个景点 那总统园抗议不断 那你可以赚起来 我们已经有一个什么中正庙了 什么国父侵略馆 又有一个大职了 李登辉还在 所以不能叫庙嘛 你要害李登辉 其实刘委员刚刚讲的 我先从几个层面来讲 第一个我访问过 真的实际超过BOT的案的人士 他跟我说这个案子最大的问题 在于违反BOT的精神 他说BOT是什么 BOT必须要有自常性 你必须要自给自足 他说你盖了一个这么大的园区 请问一下 接下来营运不下去怎么办 会不会像大巨蛋一样 到时候你丢给这个市政府 或是像高铁 那丢给政府 那到时候是不是全民买单 这个自常性是有问题的 它不是营利性 它公益性 那这个用BOT非常奇怪 如果你要盖园区 你真的觉得有必要 你用别的专案的方式 那这里为什么弄到BOT 你就看到了朱立伦的身影 这里面就像我们讲的 老派的经营学 朱立伦它其实是有两种特质 一种是谨小甚微 一种是会计的本能 非常精算 所以你看他的正通人和里头 我比如说他找李世川 他找这个苏俊斌 这可以直通马的 然后你看他又去跟连战也不错 跟这个郝龙斌也结盟了 对不对 跟吴伯雄 跟李靖有加 干什么 我就搞到正通人和 然后到时候巩固我定于一尊 但是今天他去靠拢李登辉 我觉得他就是要营造一个形象 我同意小平所讲的 因为我觉得为什么要说朱立伦是马英九2.08 各位记得马英九 当初为了要选总统的时候 他说什么 台独可以是选项啊 记不记得 那时候大家都 又怎么样 韩选韩内 你还是要投我马英九 所以朱立伦 既然作为蓝营唯一个 可以跟小英看起来 距离比较近的 都会吞下去 吃定了 对 你深蓝的就吞下去 那我要跟小英来抗衡 我看到公民力量崛起 我当然就来靠拢李登辉 靠拢这股另外一股力量 他才有一个立足点 但是这里面说出来就是非常有趣的 这是朱立伦 他要拉高自己能量的哲学 他吃定了深蓝 可是对吴登义来讲是什么 我如果要赢过朱立伦 我社会面赢不过嘛 我实在面调查得有很多 那要怎么 我看他们党内我取得正当性 所以放消息出来 我用深蓝 我跟中国时报的关系 我来打你的正同性 那我至少在党内里头 我取到我的一个基本点 那再怎么样 马英九 还是有停马迷 还是有深蓝的 我就报警这一根 那循循的 慢慢的把我的版图扩张 所以在这里面你看他们 因为不同的战略角度 所以就不同的切入点 所以我认为在未来 我们还有好多的好戏可看 只是我认为 朱立伦这里面 就像寇寇姐讲的 他那种老派经营的手法 如果你不能大破大力 你不能看到社会 真的现在标榜什么 参与公开透明连能 你如果还是在救的这一张的话 我坦白说 我认为朱立伦到最后 还是会败在他老派的示威 这种谨小慎为 老派的经营者 我觉得他太旧了耶 他那个太不时尚了 他连今天早上 活命党的拜年 他学贾伯斯 学库克最后才赢2万千千票 你不要让他再回忆起来 他霜动了 他最伤心的就是 他只赢了游锡坤 我们那位千岁 这个才2万千千票 五五千岁之一 我觉得他 不是 我对朱立伦期望很高 爱之深也责之切 我对他实在是觉得 很不可思议是 你光这个李登辉的这件事情的 程序的正义 跟程序的这个 法统性跟合理性 是说不过去的 就算是在李登辉迷的人 在今天一个公民力量 崛起的一个社会里面 你都必须给一个好的说辞 给我一个理由 给我一个交代 你为什么这样做 你怎么可能这样处理法呢 那更别讲 今天国民党的团拜 我的天哪 一群假兮兮的伪君子们 站在一起 都像披了羊皮的什么一样 大家还在那边讲羊的团结 然后演出一个假戏 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觉得朱立伦只会减损他的 各种的能量跟张力 他持续这样下去 就跟他参选新北市一样 他参选新北市一直到延后才宣布 对不对 结果他的所有的那种 慈禧的魅力就慢慢掉 掉到最后他只赢2万4千票 那他如果他真的想参选总统 我不知道他想不想 从他告诫他的部署 让他部署要谨言慎行的 那个情况之下 看起来他似乎是非常的谨慎 如履薄冰 那似乎是要经营一个未来的大局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他是跟社会的趋势 是背道而驰的 对 社会的趋势是在开法拉利 结果你还在开什么 牛车 所以杨老师 还在开牛车 当我们在看这件事的时候 可能看的不是李登辉 是不是应该开一个 所谓的纪念博物馆 或者图书馆 杨老师我们所看到 好像是现在每一篇的新闻 所放出来的背后 都有很多的政治算计 都跟2016的总统大选有关 对啊 民众期待的什么 就要供应什么 所以 所以不是什么行政院的 院的博物馆 也不是你刚刚所说的那些 像我想象的 他如果提出来一个 应该会得到民意的支持 叫台湾感念词 所有对台湾 到现在请问一下 我们知道谁对台湾有贡献吗 有的人就说 我们现在还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也好 大陆上的先烈也好 有的人就说 我们纪念的是日本人呢 我们需要的是共同纪念的人 马杰 这是加拿大人 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纪念的 因为他对台湾有贡献 他应该在感念词里面有一份 像迦南大军的八天雨衣 这是日本人 像本省蒋渭水 这是本省的 刘明传 刘明传 孙玉璇 这是外省的 李国鼎放音区 这些进去 他就能够给大家一种超越的感觉 我们开始有共同的历史 我们开始有共同的命运 不是在自己找自己人温暖 所以台湾敢念词到现在没有一个人 空出来的学校很多 空出来的地方很多 可是西方人士到台湾来 常常问我一句话 因为观光的时候 我又有同学来啊 或怎么样 你们哪些对台湾的这个历史 台湾的历史 这个重要的人物哪些 我还真的不晓得应该从哪里谈起 是从1911年往1949谈到2014 还是我们从200年前的一直谈到这样 他终于有各种不同的谈法 因为为什么在某一段时间我们交叉了 所以我跟柯P 各位都知道我们谈过这一段 所以我们两个人站在一起 所显出来的那个所谓的和解的超越的概念 所以得到一些年轻人新世代的一些支持 这个概念要传承下去 朱立伦如果没有开启到这个概念 他得不到这群人的支持 而且这群人在扩大中 什么叫这群人在扩大中 大家老觉得说 哎呀这只是 20岁到30岁 30到40岁 不是的 这群人是叫做新的网络时代 网络时代意思就取代我们今天这个媒体 当然现在还没取代 因为我们还在上这个传统媒体 可是现在按照统计 我们台湾是全世界举例来讲 用脸书最多的一个国家 那有45%到55的人 那有多少人用脸书呢 差不多有1000万人 2300万人 年幼的不算 年老的不算 就有1000万人用这个 700万人每天固定的用 那你还在扩大中 那你想想看他哪里有 他哪里有年龄层的问题啊 而他用的时候 他的主要讯息就从这一来 他不再看你晚间新闻 以前晚间新闻多重要啊 晚间新闻的主播多重要啊 因为大家都坐在电视前面 在连续剧前面看主播 报新闻 每个新闻报到哪里都很重要 所以大家要抢一条抢两条 才露脸 现在不抢一条都露脸 可不可以就是如此 他一条都不抢 他就在那里抢露脸 他不在这里抢时间 然后他就现在成为所有传统媒体 跟着走的对象 那个媒体带着这个媒体走 这叫新世代 所以你的做法只要符合他露脸的要求 否则他不跟你露脸呢 为什么按赞这么重要呢 因为那也许叫露脸的标准 为什么大数据重要呢 因为那是大家 把资讯往来的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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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 换句话说 你用什么东西来露脸 你以为你觉得 你去看蔡英文露脸了 你觉得你去看宋楚瑜露脸了 还是说这些人都在意 你跟他谈什么 如果国民党到现在还以为如此 他不在乎 哎呀苏起在年前讲了一句话 什么都还没开始 蔡英文只不过讲了一句巩固主权 一个选总统人讲巩固主权 天底下有比这个更正当的吗 还是说国民党选总统的人 第一句话就讲我不要主权 然后可是我宣布选总统 巩固主权四个字都不能讲 而且在台湾 那下次国民党的总统候选 干脆不要讲中华民国算了 在台湾巩固主权讲完 他居然可以讲说 中国 如果你台湾多谈主权 中国就会出手了 这种话现在还拿出来讲 我跟你讲 你就准备把这些票往外推 整个过年时间 我有几次跟年轻人在一起在算 我们很喜欢算票 国民党现在还有多少是 铁杆 就是板块 还是有多少它是浮动 随人走 还有多少是随党走 这要分清楚 王金平到底要依靠什么 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讲个周美清的题目 那个实在太远太远 我觉得太好笑了 就不值得一谈了 可是我只确定了一点 如果国民党还用传统政治谈结盟 抓人来露脸 谈这些事情 既不谈中心思想 也不讲说我执政了 准备把国家往哪里带 也不讲两岸政策 我怎么样回应民意 我签了约 怎么样来符合你们的要求 杨老师历史上有两个记录 你说国民党的基本牌 一 两千年连战的23% 二 台北市连胜文的40% 这个大概是最少的 我们从历史的记录 但现在还在变 每天都在变 周雅萍先生 新的历史还在行 还在变 我说还在变 所以国民党的问题就是 不知道新的历史在哪里 所以当然 这算法可以 几种算法 这我都同意 有23算法 有40算法 这些都OK 可是那些不是我的重点 那些只是我在听 大家提到朱立伦参选 不是参选 就是说这些活动 它的重点 它其实还是没有转过弯来 就好像行政院 它没有中心思想 它没有中心思想 对嘛 没有中心得目 就像毛治国行政院也好 马鞭九在总统府 请一些网络的专家 真的是 那些人是专家中的专家 请来上课 然后做出来的行为 那些专家都跌倒在地上 因为你听完我的上课 搞了半年你就做这种事情 那就表示你没有catch到 我们要讲的真正的意思 所以我是觉得现在 现在当然谈选举结果太早 谈选票也太现实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现在在变化中 选民 资讯来得非常直接 他一天可以有二三十个 两三百个讯息往他这里灌 而他能够回应或者他支持 或者喜悦的 才能够感动我们台湾的主要选民 这个是所有政治人物 包括我们在这里讲话也是一样 我们所要表达的是归纳 说他们到底需求什么 或者现在社会有什么样的 不当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讲出来 回应他们的要求 年轻人要过好日子 你现在还在讲年轻人 你现在一定要记得 这个年轻人的概念 脸书如果五年前 只有五年前 2010年 他大概只有二十几岁三岁的 学生族为主 我讲年轻人到59岁 对啊 所以他现在 我刚刚为什么只用脸书族来形容 就是说他已经广泛到你很难想象 你今天就算完全不走传统媒体 你每天有本事在脸书上 露脸百万人刺的 你根本在这个地方是无敌的 对 可是重点是做不到这一点 可是科比他因为他的作风 他的发言 他的思想 他的个人的行 都是新的而特别的 所以他完成了第一阶段了 重点是谁完成第二阶段 把传统的政治带入到新时代的政治 这是关键 我补充了 我觉得姚老师讲很对 就是柯文哲他已经有了一个 反射效应在那里 所以将来的政治人物 都会被柯文哲映照出来做对比 在这个情况之下 这些传统政治人物 即使是蔡英文 选总统 他恐怕也要有一些 新的界面给大家 否则的话 这个大家选民会觉得 我的要求提高了 你知道 你不要玩旧的把戏 那很可惜的是 国民党还在混原来的泥巴战 我在想 这个历任总统文物馆里面 要摆什么 历任总统的起诉书吧 应该是蛮多的 我们稍后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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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